虚拟的网络世界 真实的声音 全新的感觉 尽在Hello Network 好 谢谢大家继续收听 以前收听的节目是由 Hello 网络广播网制作 云神在空中为大家服务的 真情故儿 我相信如果你再听 听到这一段部分 就表示你对和尊零老师 这次演讲的主题 信权有用吗 一定非常的感兴趣 而且听完之后 有很大的很大的收获 所以你才会继续 在前面一个小时之后 继续把后面这个半个小时的节目 给继续听完 好 那我不要多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非常精彩的和尊零老师的演讲 我们继续把信权有用吗 给听完 好吗 六 性表达权 性表达的范畴 是远超过愉悦和情形为而已 各位不要太狭隘的 只有讲爽 性表达 我喜欢穿什么 我喜欢摆出什么样子 我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吸引人 就是表达 我在网络上面讲说 我喜欢做主 有没有奴啊 我喜欢怎样东西 勾勾勾勾勾勾勋 喜欢这样 喜欢滴 喜欢滴辣 喜欢穿 我勾了这么多 现在这还叫做犯法 严重影响我的性表达权 性表达的范畴 是超过性愉悦和性行为 个人有权利 透过沟通碰触 情感表达 爱恋来表达其情欲 人可以透过各样的方式去表达 这个表达的权 有的 当然你说 那可是你表达 万一我不要呢 你这样子不就骚扰到我啊 之类的 那还有其他的法律可以管啊 就你可以表达到什么程度 那对方的回应 可以到什么程度 这都需要在社会里面 发展出来一整套的协商的 一个常规 要不然我也不知道 说我可以跟你说到什么程度 大家都谈过恋爱嘛 都知道恋爱都是在 那个摸摸索索的过程当中 就近多少 然后看对方脸色不欲 退一点 然后我觉得对方 没有什么回应 哦 赶快再近一点点 如果对方反应热烈 哦 那你赶快再近快一点 每个人都在摸索 我可以走多远 我可以摸多少 不要说只有同志 哦 毕心恋的人一样的道理 你没看过梁家辉 在演情人那个片子里面 在那个车子里面 跟那个女孩 那个手这样 慢慢过去 慢慢过去 就是看能不能碰到 能不能碰 可以不会碰到多久 可以抱到什么程度 这些都是在试探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过这个过程当中 去试看对方的底线是什么 对方的速度是什么 对方的意愿是什么 这种表达的权力 必须要在我们的教育过程当中去培养 不要大家都很怕 在台湾其实那个富汗旁边就 常常有一版 就是大家 不是名人写文学 而是一般的民众写 像兵分版啊 或者生活坛啊 或什么什么 那里面常常会有一些人 就是说 哇中学的时候就爱上他 一直爱爱 二十年都没办法表达 然后就一直没有表达 二十年后才写了一篇文章 哇你知道这二十年 也浪费了多少的精力 再维系到那一个美好的那个 那个好像好像很美好的那个形象 那个表达的能力 其实是人求知的能力的一个部分 那个表达的能力 是自我表达的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常常觉得 如果在性的这个表达上面 能够自在的人 他其他方面的表达 也会发达比较快一点 好第七 性的自由结合权 这个是人类历史当中 经过了无数惨烈的家庭革命 才建立起的自由结合权 人有权利选择结婚 不婚 离婚 或者建立任何其他有责任感的连接关系 下次你爸妈在逼你结婚的时候 记得告诉他 我们有性的自由结合权力 我可以选择 我在怎么样的状态当中 这是人的基本权利 这是人的基本权利 生育自由权 个人有权决定是否生育 何时生育 如何生育 也有权享受 所有调节生育的措施和资源 这也是在历史过程当中 才形成的一个观念 要是过去的话 二十世纪初 如果你去跟别人讲 节育的措施 怎么样可以避孕的话 这是违法的 触犯 就像我们今日的刑罚二三五条一样 是散播猥亵 很清楚 就是说根本不能谈性的话题 即使是谈节育 即使是谈怎么样可以避免生小孩 这种很基本的健康的概念 在当时的话都被视为是猥亵 跟色情连在一起 生育的自由 当然对于女人来讲很重要 不过今日大家也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想要有孩子 可是没办法 他们被限制住 所以生育的自由权 是一个现今 越来越有办法可以处理 可是还是受到很大的 这个限制的东西 性资讯权 这是我们今日在网络上面 被挫折最大的地方 不受阻碍 合于科学精神的性探究 可以生产性资讯 不要忘记他们是sexologists 他们是性学的人士 研究科学 研究医学的 所以他们一定要说 合于科学精神 合于科学精神的性探究 可以生产性资讯 并经由适当的方式 传播于社会的所有阶层 性资讯权的这个传播 性资讯权的生产 性资讯权的交换交流 这是很基本的人权 就好像我们的政治理念 生产出不同的政治理念 传播于社会的各阶层一样 真的很基本的人权 只不过换了一个字而已 性资讯权 目前的话我们透过科技 有一些新的管道 可是那些管道 目前却被警察 看得很厉害 实人类有受 就像我们平常说 有受教育的权利一样 有完整的性教育权 性教育应该涵盖 从出生到生命的各个阶段 并且动员所有的社会建制 来推动来进行 我们有权利接受性教育 而不能像现在 有很多人都觉得 性教育最好是不要讲 不要讲的话 小孩就不知道 还有很多人说性教育 一定要用某某基金会的版本 只有那个版本才是安全的 其他的性教育叫做色情 性别研究是 多年前曾经出过一个漫画书 教大家性别教育的 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们说我们是色情 哪天有兴趣 哪天有兴趣 真的看一看我们那个漫画书 看哪一点是色情 他们说我们是色情 第一个理由就是说 我们在里面画出了保险套的形状 他们到底希望孩子 舞似到什么程度呢 超乎你想象 真超乎我想象 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是说 这些议员们是不是 这些批评这本书的议员 到底是不是有之或无之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目的 只是要管制资讯而已 好 第十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是性健康的照顾权 所有的人都应该可以享受 性的健康照顾 以预防并治疗 所有因性而生的 各式各样的关切 各样的问题 各样的失调 一个国家的健保体制 应该有这个健康照顾权 好 以上是世界性学会在1999年 所宣布的性权的内涵 十一条 已经很宽广了 已经对于社会有很多很多的要求 对于主体的权益 有很多的肯定了 可是不管怎么说 权利 rights 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只是个claim 只是我说我有 我应该有 他只是宣布了 我们应该有哪一些 其实跟现实 是有点距离的 因为我们的现实当中 完全不甩我们 有没有这些权利 如果我们要被认可 我们有这些权利 我们可以去 要求有这些权利 可以和别人一样的做 人的话 我们还需要先证明 我们自己是人 性主体不被当人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现象 因此我们要求的 真的就是人权 要人权就是要被大家认可 我们是人 因为我们跟所有的人的 所有的权利都要分享 性主体的特殊的困难 这我刚刚也提到了一些些了 就是性的污名效应 使得主体常常会被羞耻 罪恶恐惧所渗透 自己觉得很心虚 很自惨 很害怕 不敢说我有欲望 不敢说我真的很想做那个 不敢说我真的很爽 你再来一次好不好 很不好意思说 觉得没有力量去声称 我有我的主体性 也不敢说我和你一样 有权利 就是性的主体 往往在污名和压力和歧视 和各式各样的羞耻的言论当中 待了这么久 以至于它说不出来 各位不要说 我这里讲的性主体 就是你们而已 女人就是很重要的性主体 她们的性是说不出来的 异性恋女人真可怜的 真的很多 我从1993年94年开始搞异性恋女人的情欲的运动 真的就是看到这个 就是她们有什么样的感受 有什么样的需求 有什么样的渴望 是说不出来的 一没有语言 二也没有人会让她有那个说的空间 我们好不容易打出了很大的一些空间 慢慢的开始让女人有空间可以说 不过今日的女人 好像越来越不太看重当时的豪爽女人 我现在正在写90年代的回忆录 我就预备要把这个部分写出来 就是我觉得好奇怪 90年代那一些昂扬 这个气质昂扬的这些女人 现在好像都变成妈了 我认为很多时候 即使是我们已经有性权宣言在那边 有性权的理念在那边 很多时候性主体没有办法去要 没有办法去说我要 因此大家都还躲躲藏藏的 不愿意出来 那这里操作的最重要的力道 其实是羞耻 shame 就觉得不好意思 我没办法跟你说 那我认为羞耻是一个有政治性的情感 因为羞耻可以让主体缩回去 可以让主体不要她的人权 可以让主体撸起来 然后再也不要站出来跟你做对 所以羞耻她有她的政治效应的 羞耻里面常常连带的会有一些自残 会有一些厌弃 觉得自己很讨厌 觉得我为什么是这样 她不是只是情绪而已 一个常年的深刻的羞耻结构 往往建筑了边缘性主体的人格和情感结构 让她很害怕 让她很不敢往前 让她不敢去肯定她自己 她很怕别人会说 比方说像异性那女人做爱的时候 有时候不敢叫 不敢出声音 就觉得说我如果出声音 她会不会觉得我很淫荡 或者说我觉得想要 我觉得她默的不是地方 可是我就不敢告诉她说 要不这边啊 快一点啊 不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说这件事情 然后就隐忍下来 然后就没有很爽 可是对方还要问她爽不爽 这些东西长久长久长久的 难道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灵魂 影响到我们的人格 影响到我们的情感和情绪吗 就认为这一种因着性而来的 各式各样的羞耻 其实对于主体的挫伤 非常非常的严重 这是我们必须在 所有的这个性生质的过程当中 去克服的一个障碍 我们举个例子 像跨性别的朋友 活着的时候很麻烦 不断的被人羞辱和质疑 不敢让人知道 他自己欲望或认同 即使是让人知道 说了我是跨性别以后 也没有人要理他 就觉得说你错乱 你有问题 你最好是赶快去 接受各式各样的矫正 而死了呢 也是个累赘 我们前一阵子才刚刚有两位 跨性别的朋友去世 我进到那个消息的时候 我就说哎呀 那我们应该在跌缘里面发个消息 让其他不知道的朋友 知道一下说 他们过去相处的人去世了 但是当时就有一些人说 为什么要说 不要说吧 不用 不要讲了 这个既然人已经过去就过去 万一讲了以后 这个受到媒体关注怎么办 他们家人都很低调了 我们如果讲的话 也许对他们家人不好了 有各式各样的那种保留 说反正该知道的人知道了 不知道的人不需要知道 就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好像觉得 如果一个跨性别 在各式各样的困难当中 消失的话 我们就让它像泡沫一样 消失就算了 没有了 不要讲了 因为讲了以后 好像每个人都会痛在心头 问题就是 这个要继续吗 就要这样子 一个一个一个的泡沫消失吗 羞耻 一种不愿意 也很害怕曝光的 那样的一个状态 能够要持续多久 就连在自己的社群里面 都不能说 都不好意思说 这就是这个社会 让边缘主体 消失利息的方式 因为每一个人的离去 他就离去 就结束 那个羞耻 让我们没有办法 很大声的说话 很大声的说 为什么我跨性不要这样活 我为什么不可以 照我的方式活 这个社会 没有给我 实现我人生的方式 没有给我 实现我人生的资源 这个社会还照顾了我吗 这一种羞耻政治 是此刻面对性主体的时候 非常常用的一个操作方式 就让你先自己自残而退 因此各位 同志大游行的意义很重要 同志大游行不叫做gay parade OK 注意一下 英文里讲的是pride march 它不是parade parade是那种很欢乐啊 好玩的 这是march march是什么 像军队前行一样 我是向前面冲破 这个社会的歧视 而且它是个pride march 这个pride 相对的就是前面讲的那个shame shame羞辱羞耻 我觉得我见不得人人 我觉得我就是比别人比较差 因此我很低调跟你讲说 我也是跟你一样呢 我也是奉公 手法教税的公民呢 你就言量我一下 一点点跟你不太一样吧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低调 pride march 走的方式就告诉你说 i'm proud 我作为一个gay 我作为一个水男孩 我作为一个身材还不错 可以穿小裤裤在街上走的人 我很骄傲 那个骄傲 有的时候不见得只是说 我是怎样怎样的人 而是说 我比你勇 我敢出来 我站在这里 我让你看到 因为从前的话你知道就是 啊 同志好啊 知道啦 可以啦 你们就躲回你们自己 那个小洞就好了 就不要 不要在我面前走在走去 不要太嚣张 pride march 你从那个角度来讲是嚣张 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说 我把我的羞耻 我那个不好意思 我那个躲起来 藏起来 掩盖起来的东西 拉出来 我要从shame变成pride 我从我的羞耻 变为我的骄傲 透过什么呢 透过运动的集结 透过人多是重 第一次可能是200人 第二次500人 第三次1000人 第四次4000人 5000人6000人 越来越多 人多是重 人多是重 我告诉你 这里头人就是很失利眼啦 一多他就怕你啦 真的是 人多是重 然后呢 还有提出来一定的说法 一定的讲法 不要只是说 我就是可以就站在这里而已 我们来好好研究一下性权 我们可以像我们的国家 像我们的政府 像我们的社会 要什么 我们要改变什么 我们要有自己的论述 要有自己的说法 我们不只是存在而已 每一些主题 你看那个台湾搞独立运动 搞了多少年 有多少有关于独立的书啊 有关于独立的论述啊 这些东西是说服人的工具 你不能只是讲说我是gay 我在这里就好了 你要再有更多的论述 有更多的说法 要跟很多的人权 很多的性别的主体连在一起 大家一起来让这个社会改观 这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向社会去要求 我不孤单 我没问题 我要我的基本权利 而这个在群体里面 在一个march的 往前进的 有军队精神的 这样一个游行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需求 很重要的要求 把sharing转化成pride 把羞辱转化成骄傲 进一步 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 有更多的正面的论述 重新去塑造一个自信 和自我的定位 用这些新的 跟社会互动的方式 去改变社会 改变自己 就是改变社会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那个pride 还有那个pride 不是说只在这小房间里pride而已 自我取暖而已 它可以在集体的行动上面 走出去的 从前早年的时候 1996年 刚刚第一次GLAD 在台大举办的时候 从新年交二日举办的时候 就是被批得很厉害 说哎哟啊 你看你们都好闹啊 95年 sorry 95年 我知道了 我因为是用国力算来算去 西力算来算去 就变了 第一次办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批说 你们都没有出柜嘛 就一群人站在那里 就好像有人出柜 可能又不知道谁是谁 这个时候 这个是太弱 太太太什么之类 可是毕竟是开了头啊 毕竟是开了头 因为第一次可能胆子小啊 大家融会在一起 然后一起豁一豁 搞一搞 然后过了到明年的话 胆子又大一点 可能戴了面具了 可能再过一年的时候 可能面具就不戴了 再过一年 我可能就在舞台上面跟你讲了 所以这个东西 虽然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苛责说 一定要怎样 但是总的看到进步 好 不过各位要注意啊 大家把shame变成prime 大家把羞辱变成骄傲 大家越来越走出来 同治游行的这个人越来越多 声势越来越浩大 越来越自在 好像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 主流的保守势力 不会做事这个转变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当我们在 这个是在这次演讲的文宣上面 有人问了个问题 当我们在庆幸 同治游行的人数 一年比一年多 同治议题能电度 越来越高的同时 遭到警察钓鱼的人 好像也逐年增加 这个看似越来越开放的社会 对于性权的前置 越来越严苛 为什么 真的是比较严苛 因为我在写90年的回忆录 我就在看导编 我们过去在写的妖言 女性情欲的那个小说 我就在看说 哇 我们当时怎么都没有被禁掉 分明已经逾越了 刑法二三五条的 所有的对于年龄 对于性的限制 那个时候完全都 没有人理我们 大家很自在 解言之后几年 真的很棒 台湾社会最快乐 最自由的 还没有设立各式各样 规范的时候 就是那几年 为什么现在的看似越来越开放 却越来越前置 因为我们有新的反扑 有新的反错的形式出现了 为什么会有呢 因为台湾的这个民主进程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很多平等啊 多元啊 自由的这种论述 而且这个论述 随着台湾追求自由化 追求这个民主多元的这个过程 也就越来越有正当性 这年头 即使是 你看像今天那个台东县长 邝立真 不是要被国民党整治了 就立刻台湾共产党的副主席 就去那边说 我们可以征召你 下次选举的时候 我们台湾共产党来征召你 你看到的时候 你会有点错乱 就是说 共产党 台湾共产党 你就会想几下子 在台湾现在可以啦 你可以讲统一啊 可以讲独立啊 从前是不行的啦 可是现在的话 好像政治上的这个多元的性质开始了 你要去打压它的时候 你都没有正当性啊 因为多元嘛 大家就应该可以多讲一些东西 那在台湾的民主进程中 这种多元 这种自由 这种平等的说法 越来越有正当性 那么在文化的领域当中 也必须尊重多元啊 这年头保守团体啊 都其实不太敢讲 不太敢骂同志啊 就那种白痴政客才会骂 什么王国论啊 同志王国论 真的是白痴的政客 可是真正的那些保守的势力 人不会讲 他会讲得很 哦 尊重啊 我们很尊重啊 我们很多元啊 可是 他们会立法 他们回应的方式 是什么呢 就是把原来在文化领域里面 我们打多元 我们打情欲解放 原本在文化领域当中 争战的议题 他们已经打不过了 因为他挡不住 这个多元的论述 他就把它转变了 他把它转变成为 法律的议题 就立法了 也就是我们儿肇法出来了 儿肤法出来了 各式各样这种 法律立出来了以后 他就不用跟你辩论了 因为你就处罚 我不要再跟你在公共场合里辩论说 我们应该怎样的 怎样的一个情欲的社会 因为法说 你们就是不可以 你们就不可以了 法律的议题上面黑白分明的 然后呢 也可以转换成另外一种 就是儿肇保护议题 一讲儿肇保护 所有人都说起来了 所有人都不敢了 所以现在的话 在文化领域 本来有一个辩论和争战的空间 现在通通被转成法律议题 儿肇议题 紧缩起来 这个争议和辩论的空间 化为了黑白分明政协对立 谁敢说不一样的话 你就是要带坏小孩 你就是要败坏社会 香港也有类似的趋势 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 今天香港明报 好像听说又出了 一大堆明光社的宣传 又在捍卫家庭 拒绝同性婚姻 拒绝同性办理 拒绝这个拒绝那个 他们的攻势 比我们台湾的保守团体 来得粗暴一点 所以他去登广告直接骂你 我们在这边团体就会说 握手 握手 尊重 为什么 因为香港还没有 立法还没走到这一步 台湾的话 法已经立好了 它已经可以给你握手了 因为它不用跟你打了 这一次我想起 当年在台北工厂 抗争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我们就跟保守的女性主义者 曾经讲说 我们要坐下来 好好谈一谈这个新工作的问题 把这个政策想清楚好不好 当时就有一个人跟我说 回过头来 很硬的盯着我 然后讲说 谈什么谈 我们就看实例好了 好了 我们现在看到实例了 因为这个实例 就把原来的文化的辩论的议题 转化成了法律的议题 儿少的议题 他们立法立成功 他们修法修成功 他们把儿少打成了国家政策以后 你就没戏上了 儿少法的征战 其实是很基本的人权征战 是资讯自由 言论自由 这是很基本的人权 可是一旦 一个人在网络上被曝光 他在写信的讯息 他在问人家相关的东西 在问别人三维 各位问三维在网络上面 是很普遍的东西 可是现在也被视为 会触犯刑法二三五条 女性主义搞到这个地步 也是很没意思 连讲个三维 也可以触犯刑法二三五条 真是大开倒车 好 一个人在网络上面 如果是性的言论很活跃的时候 立刻就变成一个羞耻的事情 因为立刻就被警察抓去问 各位可能不知道 在过去这七八年当中 这两万个被警察抓的 在网络上面写各式各样话的人 这一些人他要怎么过日子 就是他不能跟家里讲 因为家里只有骂着他灰头土脸的 就是你干嘛在网络上写这东西 你为什么要跟人家聊 你为什么要跟人家约会 你为什么对性有兴趣 这个性的大的羞耻 变成了法律议题以后 人简直没办法活 二十九条坑杀了很多人 有很多人是真的自杀 有很多人是从此以后 他就说起来了 他就再也没有网络的生命 他也没有他自己的生命 他就真的很宅了 他再也不要跟世界有任何的联系 他也不上网 他是个不上网的宅 因为他说不能再上网 他上网做什么任何事情 他都很害怕 那种恐惧 你觉得不会伤害一个人的灵魂 人格情感吗 这些网友们一旦涉案 通常就是完全的孤立无助 你应该看看他们写给我的信 那种孤立 那种痛苦 那种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很害怕警察 很害怕法院 很害怕检察官 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 那种惶恐 没有办法告诉别人 也没办法求助 甚至没有办法抗拒 警察对他的不法的一些措施 比方说随便给他抽血厌血 奇怪 我在网络上面留一句话 跟我抽血干什么 OK 所有的这些网友 就只能自责 只能怨愤 只能恐惧 只能疯狂的写各式各样的信 问这个 问那个 在这个时候 像29条家族 他们就扮演了很重要的工作 他跟同志志愿热线 办同志大游行一样 他去鼓励 现在29条家族 做出重要的工作 就是鼓励网友投诉 一个网友 最近的一个例子 昨天人家才在 NC上告诉我 所以有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人 他在网络上面 跟人家聊天聊天 然后就说 那我们去弃旅吧 弃旅 弃车旅行 我们去弃旅吧 然后晚上 我们也许 就可以去 去3K 3K 就是去K哥三小时 然后呢 警察就说 弃旅 就是弃旅 弃车旅馆3K 就省三千块 然后就说 不行 抓起来做笔录 这一位网友 后来就向29条家族投诉 我们的版主 就跟他讲说 投诉他 然后他就开始写信 写了几十复信 从内政部的每一个部门 都有网络啊 网络上都有 这个投信箱啊 警政署也有啊 你就投投投投投 诉到那个警察 后来被上级 K到满头包 就说啊不要了 我不要再追下去了 这个是29条家族 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让网友原来那种 孤立无助 要自杀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 就开始说 好吧 我反正也是在网络上打字嘛 对不对 我从前跟你打屁 我现在就来打警察 然后就跟你 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一直送送送送送 投到各个的单位去 这也不错啊 大家第一个文笔也练好了 第二个对政府部门的 各个入口的地方 也都很清楚 然后呢 胆子很大 因为最近的话 打到一个地步 就是有很多的警察 他们觉得说 不太敢碰 29条相关的案子 因为发觉网友 这个反弹的力道很大 一被投诉以后 他要去解释很久 因为他你知道 从前警察就是没关系 在一边喝茶 一边吹冷气 然后一边拿几个字 然后就要来 明天到这里来协助办案 现在他不太敢了 因为没那么容易 家族会不断的投诉 这个投诉会使得上级 对这个基层警察 开始关注 这个基层警察 就吃不了兜子走 家族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样 他在慢慢壮大 这些原来在羞辱当中 失去力量 失去自我 失去信心的主体 克服了污名以后 这个家族 就会让主体壮大起来 这些壮大的主体 就可以形成 未来废法的力量 这个的话 我们下个礼拜 废法家族 这个见面 这个废法联盟的 来谈的时候 我有请29条家族 来做一个报告 就他们的这个 投诉警察行动 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 主体的壮大 就在这种地方 就是甘冒不会 就是人家都认为你错 但是你要开始看到说 本来我的基本人权 就在这里 好 各位要注意一个新的发展 就是刚才我有谈到说 羞耻政治 就这个社会要让你自残 让你自己Q起来 让你自己说起来 让你自己不要 让你低调 而现在的话 我们在台湾比较流行的 那个羞耻政治 有了一个更 微妙的操作方式 叫感受政治 什么叫感受政治 各位在新闻上常常看到吗 就是说 要注意人民的感受 台空天不要出国 然后那个诺鲁 诺鲁的总统来的时候 我们不要请他吃西餐 那几千块的 我们要请他吃 200块的 酸菜白肉火锅 这真的 今天晚上新闻 胡志强 就是要注意民众感受 那民众的感受 就是说 要请国王吃200块的酸菜 白肉火锅 注意民众的感受 所以马英九 就要坐高铁 就要吃便当 就要出国的时候 要坐普通的民航机 什么什么的 注意民众的感受 注意民众的感受 可以说是一个 新的情感政治 这个我们还在观察当中 不过已经看到一些端倪了 比方说 特别是跟性骚扰 和色情相关的这个案例 常常用感受 这个字 就说我觉得不爽 那你就是有问题 好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 最近几年也常常看到 你的眼光让我不舒服 这可以告性骚扰 你问的问题 让我不舒服 也可以告性别歧视 今天才刚刚出来的 一个女校长的例子 女校长在 在这个求职过程当中 对方问说 这个女性好像 募款能力比较差 你觉得呢 她说 你问的问题 让我很不舒服 我们就告性别歧视 判 这个教育部要赔两百万 各位 赶快想想看 有很多警察也问过你 让你不舒服的问题 或者呢 想从前台北市的市政府 曾经有一度 就清除所有的员工的 这个办公座位旁边的 所有的这些图片 因为说你墙上的色情改革 或者比较不露的图片 让我很不舒服 挂了彩虹旗 让我很不舒服 你们两个当街楼腰 让我很不舒服 所以所有的这个很不舒服 都会变成触法的基础 这是我们性骚扰法 最伟大的成就 就是感受 变成判定一个人 是否犯罪的基础 问题是 什么样的主体的感受 才会被尊重 比方说 那个讨厌色情的人 他就可以说 你那个海报 或者你那个图片 让我不舒服 他的主体感受 就会被尊重 那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说 你那边那个 阿弥陀佛的那个相爱 你的主体感受 会不会被关注到呢 静色的反性的 这个主体感受 就会被尊重 那万一我就是要烧了 那街上就会讲说 你这样烧不行 这样我很不舒服 我说我这样不烧 很不舒服 我这个感受 为什么就没有人要注意 同志的感受 没有人注意 妓女的感受 没有人注意 九女的感受 是没有人尊重 因为这些人的主体感受 就不在上述之列了 比方说李玄 你说李玄是谁 够老的人才知道了 1994年曾经有一个 酒店的女郎 叫做李玄 她曾经告胡瓜 说胡瓜性骚扰 侵害她 当时很有趣 就这个案子出现的时候 刚好就是 师大的女生 告师大国文西七匹郎教授 侵犯她 也就是我们搞 反性骚扰的时候 那反性骚扰的时候 女性主义者 哇 非常的义正直言 我们维护师大女生的权益 当李玄出来说 我被胡瓜侵犯骚扰的时候 大家都很没话讲 都不敢讲 觉得酒家你会被骚扰啊 她会不会是因为胡瓜是名人 所以特别要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当时女性主义者 几乎没有人出来听李玄 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怎么会是这样子 对王平啊 还有我们一些朋友 曾经在妇女性内部进行一个讨论 就是反省这件事情 就为什么某一些女人 她的感受不被尊重 好女人的感受很被尊重 好女人说我怕这个 我怕那个 我不喜欢这个 我不舒服那个 她通通被尊重 那为什么那个很骚的 很摇掰的女人的那个感受 就要承受你的见她呢 她的感受 为什么就没有说到你的尊重啊 又回到我刚刚讲人权 说穿了就是个人的问题 什么样的人算是人 现在操作感受政治也是 就是某一些感受 就会被人家注意到 被人家尊重 被人家当回事 那最近当然大家知道 有那个习凶 还有稳存这个新的发展 卡外波把这个东西叫做 性别民粹政治 就讲民众感受 讲大部分的感觉 这个民粹政治的话 现在它把原来已经包含 在内的一些成见和歧视 现在转换一个语言来说 他原来就很讨厌同性恋 这次如果看到彩虹 他说彩虹其实让我很不舒服 或者他很讨厌同性恋 他看到那个同性恋的海报 他觉得这个让我很不舒服 他很讨厌跨性别 他看到一个男变女的图像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让我很不舒服 现在的话 在感受政治的操作之下 你可以把所有过去的成见歧视 都转化成一种 振振有词的义愤情绪 透过那个受害者的位置说 让我的眼睛很难过 透过那个受害者的位置 重新来说 哎呀你骚扰到我了 你问这个问题让我不舒服了 以便形成新的必要的规范 感受政治 操作的就是民粹 操作的是一个很粗糙的 没有去思考 到底有什么差别的 这种冲动 用这个方式来对付 所以我们讲那个最近的例子 这个习凶十秒 什么蛇吻五秒 这案例不是最近判决无罪吗 一大堆女性团体啊 女性的这个政治家啊 女性的各式各样的人物跳出来 然后讲什么要捍卫父权啊 然后说法官没有性别主流化的意识啊 之类的 可是原来这个案子啊 因为检察官起诉的时候 用的是强制猥亵罪 根本不服案情啊 因为他没有强制猥亵啊 不服这个案情 其实是应该用性骚扰法就对了 马上就会判了 问题是强制猥亵 不是告诉乃论的 是检察官就可以自己去了 但是性骚扰的话要主体去告 要告诉乃论 而主体不想告 主体不要告 但是旁边有那假薄的人 就是说 喂 要告 你那个被骚扰被人家什么什么的 我们要告 就这些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他就来了 所以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觉得喊了什么捍卫父权 实在很荒谬啊 因为这里面根本就是 不是那么一回事 可是一喊捍卫父权以后 大家头都昏了 就开始说 哇 真的是 一秒也不行 当时就有一个人 在报上面写的 就是说 不是十秒五秒的问题 一秒也不行 我就想说 哇 好惨啊 你再继续讲一秒也不行 以后女人很惨 人家都不敢上他 我们只好主动出击了 而且说 碰一下也不行 各位以后上捷运的时候 助理要这样说起来 千万不要碰见左右的人 碰一下也不行了 这种心的身体的敏感 敏感度 他们现在正在调教一种敏感度 育苗也不行 看一眼也不行 说一句也不行 碰一下也不行 这种心的身体敏感度 势必会影响下一个阶段的性氛围 各位等着看 新的规范 新的那种圣女情节 会很高很高起来 他会 他会改变 未来性权的处境 就未来当我们说 我们要有性表达权 我们说我们要有性的 自由的交往权 我们有性的资讯的 什么什么权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人出来说 哎呀这样很让我们不舒服 或者你这样子有骚扰到我 这个性的氛围 必定会跟大家性权的要求 撞到一起 忍着瞧 你要是不管你的性权 他们就会让他消失 以后就变成大家都一个个说在一起 再不要有任何的接触 不要有任何的性的讯息 不要有任何的表现 不要有性的话语 不要脸上摆出那个性的 很诱人的样子 因为这样子会让他们不舒服 问题是他们是谁啊 好终于要讲到结论了 好我刚刚讲的 其实有两个很大的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那个权力 这个权力的这个要求 是一个群体 必须努力的这个底线 就是我不能 不能受羞耻政治的压抑 而不需要我要的东西 我们把性权说清楚 我们在看到周遭有一些变化 正在影响我们的目标 那个性权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 当然我们同时也要知道 权力毕竟还是一个说法 还是我们一个要求而已 我们如果自己很心虚很自残 到时候有了权力 我还没办法去拿 我还没办法去说 我没有办法 就像现在我们跨性别的朋友 我其实很希望说 有一天我们能够全部站到政府面 说对不起 背信应该要有健保的给付 应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人生 可是大部分人都说不敢 我连出来讲话都还不敢 这样子的话 他的权益是没有办法去要求的 因为要有主体出来 才能要主体所要的那个权力 有权力用不了 有权力说不清 蛮悲惨的 可是社运的效益 出现各式各样的团体 像29条家族 像低级典员 这些团体 同志性热线在干什么 就是在改变那个心虚的状态 要让那个羞耻转为力量 转为骄傲 毕竟我觉得只有主体的改变 才是社会的改变 这个社会的改变 不是去改变法而已 要从你自己的改变开始 这个我讲了15年 好像女性主义没听懂 女性主义最有兴趣就是去修法 去改变教育的法规 去改变刑法的法规 去改变各式各样的法规 从来没有去想说 我是不是要改一改 我是不是要变一变 我的构成里面 是不是已经深深的 砍入了一些 过去那个体制里留下的东西 这个部分也是我期许 大家在做你们的咨询工作也好 做你们的团体成长的工作的时候 能够一直去想的就是 我怎么样在成长 我怎么样在能对我的周围的世界 对其他组织的处境 有更多的认识 我怎么样能够empower 能够让我自己有更大的力量 能够在群众掩护之下 去要求到我们要的兴权 谢谢 嘿 你想什么 卷走的一角 是你的不安 还是我国度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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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谁不必听 每一个数着自己的心跳 换个谁不必猜 每一个也被自己慢慢聊 谁不是谁的明天和依靠 谁可以是谁的明天和依靠 谁可以是谁的明天和依靠 我需要你接近我的心 不用心点年龄来计较 你会明白你所恨不到 你会知道你所恨不到 你所恨不到 你所恨不到 我明白你所恨不到 你所恨不到 我知道你所恨不到 你所恨不到 我需要你接近我的心 不用心点年龄来计较 你会明白你所恨不到 你会明白你所恨不到 你会知道你所恨不到 你会知道你所恨不到 你所恨不到 名叫真实的心跳 你会明白你所恨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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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恨不到 网络广播网为您精心策划的节目 请在留言板留下您的鼓励和建议 这将是Hello进步的动力 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节目 Hello 与您共同创造 同志新纪元 同志新声音